LOOKER FOR ME TELLS GO TAKE ME ON THIS JOURNEY HOME I DON'T WANT TO WAIT NO HELLO 今天是炎炎夏日 现在31度 我们今天打算来种庄家 我们打算来种东西 每次去超市都要买葱啊 香菜啊 还有罗勒啊那种 它又很容易坏 然后又要为了这些东西去超市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终于打算在自己家里种 我的同事们他们都在家里种 但是我们就一直都觉得很麻烦 因为我们家的花园没有草地 然后我们就买了三个盆 我们今天就打算把它种在盆里 这里是我们的种子 这个是刚刚Basal的底部把它切了下来 然后这个很明显就是葱头 这个是香菜的头 都是我们刚刚把昨天去超市买的给它切了下来 感觉是可以拿来当直接当种 然后我们还买了Basal的种子 罗勒叶我也不知道它可不可以直接把那个杆插进土里面就可以这样 嗨朋友们 我们今天又来做披萨了 但是今天我们用烤炉 我们今天在户外烤披萨 我们今天的披萨长得非常的不规则 它居然跟这个烤盘长得一样长 这个是豆豆捏的 这个是我捏的 两个都是长方形的 我们今天应该是发酵的时间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像上次那样把披萨捏成圆形的 所以今天就是自由发挥的形状 好 我们现在来弄烤炉 烤炉的话温度就应该比较高 我们大概还是要500华氏度的样子 我们现在来点火 我们现在就要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温度计 我们等它到500度左右的时候就把披萨放进去 现在我们烤箱温度到了 我们现在把披萨放进去 我们应该可以出锅了 我们来看一眼 烤箱还不行 那再接着再烤一下 它其实只能上到400度多一点 里面的烤箱是有500度 诶 把那个烤盘Ready啊 下面完全脆掉了 因为它是烧火的 所以跟那个垫的不一样 对 因为上面你看温度是顶的 但是下面也觉得很烤 嗯 烤箱烤的好吃 脆脆的 这个好吃还烤箱好吃 我喜欢吃脆的 烤炉烤的嘛 因为它是用火烤 所以你看这个底 有一种新疆烤囊的感觉 因为它那个底下面是火 所以它就一直烧 下面的温度其实很高 虽然我们在上面看只有400度 所以这次就很脆 完全不会冻 不会肥 不会肥 怎么不会晃 嗯 嘎吱嘎吱的 这次我们的料 哇 可以这样子展示 这硬的 有硬的好处 我们这次就是黄椒 然后 Bacon 还有 Pepperoni 然后上面放了意面酱和cheese 好吃 Good 我们第二个替萨出锅 哇 这种切法非常的易吃 Happy Friday 嗯 Happy Friday 今天我们帮豆豆搬家 他要回滑铁炉住两个月 然后这是他所有夏天的东西 冬天东西都还留在我们家里 今天我们是滑铁炉一日游 他们两个约了在滑铁炉剪头发 然后我没有事情干 所以我带了我的吉他 去豆豆的公寓里面练吉他 我有一种今天要去演出的感觉 嘿 我们到滑铁炉了 我们现在到豆游住的公寓楼下 他来拿钥匙 豆游在滑铁炉的公寓超级爽 因为他的室友不回来了 所以他一个人拥有两间房间 然后只要600一个月 这边 有点孔高的感觉 看这个地板边 好新哦 哇 他的厕所好大 他这个地方还不错诶 哇 厨房也很大 这样很好诶 我觉得比我们那时候 就是到处去找空房的路要好 这两个房间一样大吗 是啊 一样 这个地板的小地板 吃个人 不过人 是 不过人 这两个人剪完头回来了 你这个两边有点 怎么切得这么快的 我们仨出来吃饭了 坐在外面 有outdoor的dining 真的已经很爽了 当我们点单的时候 问他我们能不能用外面的桌子吃饭 他说可以 终于上了 他说等了十几二十分钟了 哇 这个poutine 哇 奇异而弄 这个是 诶 这是kinch 诶 我不是换了吗 他没给我换成了 这样他就不会流到水了 哦 肉夹馍 肉夹馍 我跟豆放在一个盒里 根本就分不出来 我们三个人点了六个不一样的 嗯 好好吃 这么中心 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彩虹 啊 有飞机 看到飞机了 好想出去玩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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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